北京时间3月17日晚间23点15分 2018-19赛季西甲第28轮 西班牙人主场迎战塞维利亚 RCDE球场来了20219名球迷 给吴磊的加油声也不小 第69分钟 吴磊上演一次世界级的过人 从双人包夹之中脱颖而出 还穿当戏耍了西甲著名后卫卡里索 吴磊这次过人 赢得主场球迷热烈的掌声 踢左边封的吴磊 直接与前西班牙裹脚纳瓦斯 阿根廷裹脚梅尔卡多对位 对吴磊来说 这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塞维利亚作为西甲强队 实力自然在西班牙人之上 吴磊与西日边路快马纳瓦斯对位 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整个上半场 吴磊防守任务相当重 OPTA数据显示 上半场 吴磊一次射门 一次空中 对抗成功 仅有13次触球 8次传球 3次成功 吴磊和一个莱西亚斯 两大前锋 被塞维利亚完全限制 一边再战 吴磊掉到右边封位置 第52分钟 西班牙人遭遇重大打击 埃尔莫索进去内踩到安德烈西尔瓦的脚面 葡萄牙前锋倒地 主裁判罚点球 本耶德尔 近射左下死角得手 打进自己本赛季 各项赛事的第28球 叠戈洛佩斯碰到皮球 仍然无法阻挡 皮球入网 西班牙人 0比1落后 第69分钟 吴磊上演一次 世界级突破 西班牙人 前场抢断之后 吴磊前场右路 带球强势突破 塞维利亚的卡里索 正面拦截吴磊 在缺少 突破空间的情况下 吴磊带球到 右侧底线处 塞维利亚 又有防守球员围过来 卡里索和普罗梅斯两人 在狭小范围内 将吴磊包围 吴磊接下来的过人 让主场球迷惊叹 狭小空间里 吴磊突然加速变相 横向抹入禁区 塞维利亚的卡里索 和普罗梅斯 完全被甩开 突破强势 突入禁区底线处 在角度不大的情况下 吴磊选择右角近射 可惜角度太正 塞维利亚门将 将球扑出底线 吴磊这次突破 引发西班牙人主场 两万球迷的热烈掌声 在家防之中 吴磊展现出自己的速度 爆发力 良好的球感 鬼魅的脚步 皮球从卡里索的 两腿之间穿过 这样的突破 让人想起吴磊 在西甲制造的点球 同样是在双人包夹之中 吴磊突然加速变相 从夹缝之中钻过去 吴磊这样的过人 能给自己增添信心 也像西班牙人主帅鲁 比所说的那样 无垒的突破过人 能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敌人